嗨,这个其实是应该说话是一个Fable之相关的主题 不过里面有的工区税务提前的 加上我觉得应该对我们对大家的认识专案开发肯定的帮助 所以可以建议讲这个主题 好,我是谁呢?我就是莫凡 然后就是我的资源就是成为世界上制造最多Bug的过程师 然后就是,对,我是所谓Ruby传教师 应该可以跟我说,然后最后要变多,好,这不重要 各位的专案,你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形 对,就是在部署场面,就是说 假设我们也是一个普通使用Capture Channel deploy的专案 我们会有一些server,什么Staging啊,QA1,QA2啊,Vodash啊 然后你的Capture Channel就会有各种Evarm等等嘛 然后就是当工程师盖上一道新的菜 对对对,然后EAN就会说 那我要怎样才可以看到这个新的菜呢 对,所以就要找server去deploy嘛 对,那假如你的QA server没有很多的话 你就会遇到QA server的状况 对,那就怎么办呢 就是PM就会非常着急 对,但是如果那个老板觉得这个很重要 赶快交的话,你可能就会不请愿按下客群 对,然后不请愿按下客群之后呢 如果出来东西是有差的话呢 然后工程计之后就会变成像这样,对 对,好,然后如果今天工程虚有很多的时候 就是临时一直往重量掉下来的时候 就是,把你切换QA就会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有时候DN就会说要怎么办 然后DN说要自己订队 嗯,对,就是 嗯,可以吗? 对,不一定可以啊 对,好,这时候我们来 我们今天讲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对,有这种东西叫reviewApps 那reviewApp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getApp提倡的概念 就是说,当你有一个PR的时候 我们想要针对这个PR去产生一个新的Sandbus环境 你独一窝的Sandbus环境 然后这个Sandbus环境它就是 等于就是扮演你的桌顶过一份上去啦 然后它的网址都是unit的 对,那我们这个流程 产生流程就是说 如果当工程师 push了一个Commit-like branch 然后它出了一个Port Request 然后我们就用Ci去建置它的东西 先建置这一组 你现在程式码的Sandbus环境 然后通常会是用我们的Buck来进行 那不管你前面是什么东西 不管是Cabias还是什么 那反正我们建好Image之后 就会去把它devoid到我们有一个cluster上面 或是server上面 然后这时候PM或是设计师 可以去用肉眼看到你的环境 然后就可以做测试 就是所谓做那个可用性测试嘛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状况 那我可以告诉你们 那我们要当生这件事情有什么必要的条件呢 就是说同样的cluster board 那在资源足够的状况下 我们就可以凝固出很多 就是理论上就是无限组的 这个Sandbus环境 那当然资源都不都是以为 实在总的是我不会被限制这件事情 不会说因为 不会说你只有几个QA1可以做的时候 你还要限制说最多的多少 那现在会限制你也就是资源的 你的那个server的技术 运算能力 然后这个部署它会自动化 对 就是我们必须要 然后凝固上去之后就会启动 所谓下开不来 然后去自动 然后每个Sandbus 它都会有逐一无二的用 它就会有这个识别 然后包括会有网址的部分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Sandbus 就是要是彼此之间是彼此 互相看到的 然后这个方案最好还可以不限于 帮我实体集齐 这样的话就是你会被特定的服务商绑架 那我们现在以为我们自己家里的 以为我们家自己的专案 以为我们家是做软体开发的 就是方客五代控的软体的 像我们的PR上面就会有一个管线 你就会看到我们在中间那边 绿色的框框枝会有管线的部分 然后会有个ViewApp 那个点下去就会去点到 它的对应对应的框框架的网址 对 这个就是这个框框的部分 好 然后Ci的Pine 我们家的CiPineRise长大概是这样 就会有从 如果你不许一个branch 然后再看PR 它就会出现说 从准备这些移民群的东西到测试 然后到Build的过程 然后到Deploy的过程 那你会看到这个Build的过程 就是在做大个移民群 然后Deploy的过程 就是刚刚说我会Deploy到class的上面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网站 对 然后呢 这个是我把Deploy的功能放大四倍数 放快四倍数的样子 就是刚才说到那个Deploy的那个 那个Job Apple的样子 对 对 就会很快的跑 然后 跑完 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出 你就可以在那边点到微信的网站 好 那我 这边我们会做一个方案的选择 那这个方案你们会有哪些东西呢 就是会有所谓的cluster 就是 就是 就是会执行跟调度这些服务的 就是这些我们每一个Ci和CD的环境 那我们要确定哪个Ci和CD会对到哪一组Ci和CD上面 那这个ServiceStack就是 就是之后我之后的 之后的 之后的 那我们现在用的方法就是 就是 DocsWall跟DM-CiCD 以后的Traffic 这三个主要东西 那我接下来会 讲如何去建设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会主要介绍一下这些的元件 因为如果要讲D2的东西 就是时间一定会很够 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把 一个从专案从您开始 到把它 这个CiT管理进行起来的 要做哪些事情 去做一个概述的部分 然后加上我们怎么样把 我们的Reset去写CiScript 跟把它加到这个CiCiP-Line 做一个讲解 然后最后来分享一个心得 然后我们看 我们都尽快把它讲完 对 好 那 主要的元件 第一件 第一个东西就是说 就是刚刚说的就是DocsWall DocsWall mode 这个Swall跟Swall mode 其实是不一 是算是前后代的关系 现在讲的东西 其实都是DocsWall mode 那你可以把它制成一个 夸基版的DocsWall 所以它的设定档 记忆本上你会写CiP-Line 大字上 就可以写它的设定档 但是我有些差异 然后这个DocsWall 它的重要概念有几个东西 第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node node就是说实体 就是所谓的主机instance 主机的实体 不管它是虚拟机还是实体机 它的node有分成manager和work 两种 那manager就是负责调度container的 然后work就是实际去执行container的 但是manager也可以做container的事情 然后manager它有特性就是 它同时接着会有一个0的 这样 调度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决定说 这个container要在哪一台机 哪一个弄的上面执行 然后这边有Docservice 那service的话 其实就是你在compose file里面写 那一个service 那这个service基本上它都会 通常都 它基本上都会 detail从一个Doc进去 然后你可以设定 这个service它会 需要有多少个人可以看 就是多少份 就是做HA的部分 跟NodeBalance的部分 然后它只可以画 刚才说的node 所以它不一定会 假设你对一个resApp 去做repeta做三分 那它不见得三分都来 从台机器上面 然后stack就是service的集合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compose file 里面所有的东西 那它会变成一个所谓的stack 就是所谓的 我们可以叫它服务shine 因为它的deploy值也是Docstack 所以实际上 我们deploy的时候 就是以stack的单位 那这边还有等通 概念是所谓的 overlake with network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今天我Docstack 有很多台 但是我的service 不见得住在那一台上面 可是即使我不住在那一台上面 我还是对外面的网络来说 它可以从任何一个Node 连到我的服务 不管它在 就是它可以连B 但是 那个container是住在A 加上它是可以连三文的 这个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Ingrace network 算是一个low-base的机制 它会帮你处理掉 这个抽象的部分 其实这样对我们来说 这是我们干的 那reverse-base的部分就是 我们会用Charitic 那Charitic 它其实就是做 刚才说的就是做 从把hosted name 转到实际服务的这个动作 最重要的功能是这个 那它还有很多别的功能 那这个Charitic 这个Charitic的架构图 就是说 任何一个quake的线材 它会先经过 刚才说的这个 Ingrace network 的部分 然后再导到 traffic的container traffic所在的container 因为这个traffic 它是 它是有做特别的 一个叫做mode的功能 那它会再依照我们其他stake上面做的 所谓service上面做的那个label 的label上面做的那个hosted name 跟其他设定 再去导到正确的 大根service 那它的设定其实是 就是如果一开始入门这个东西 可能会被它的设定方式 会觉得蛮困扰的 那其实它设定的环节 主要就是这五大部分 那第一个provider 就是说它的设定档是如何儲存 因为它的方式非常多元 它除了 假设我们 因为我们之前大概都是angents 那angents就是设定档 但是它设定档 主要是其中一种方式 那它在我们经常讲的东西来说 它最重要的就是darklabel 那darklabel就是 等一下再会大位介绍的就是 你darkconverse.fi 你会写那个label的部分 你可以通过label的部分去 去代替你原本angents的设定档的内容 然后一行行去叠起来 叠出设定档的内容 那它也可以用 所谓t-value-vdb 它甚至可以用vd式去存 它的设定档的内容 这是你设定档的部分 然后entry point就是说 我要进入这个服务 它是你设定档的port 那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port的部分 那root这个东西 它就是等同于 我们在做angents设定的 那个server block 那service就是 实际上我们最终端的 day proxy的那个服务 被reverse proxy的服务 然后middleware就是 可以附加在router里面去做一些 前后文处理或是调整reverse 或调整re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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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会有 我们现在大概是 大概讲一下一个 很普通的 就是说 我们在Neo Decent SSL 情况下 一个 配合大使网的 这个tractic的设定档 那那个 这边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 我前面有反挥的部分 那就是说 首先我们这边要先去建立一个 所谓的overlay network 是for traffic 去用的 那这个woman switch 要透过指令去建立 就是要事先建立的 那这是它的compose file 那这个compose file 会先指定那个network 然后 它这边会有强调说它是 Docker Swarm Mode 就是你可以看到 会反挥的其中一行 是Enable Swarm Mode 然后它的e-simple 是80 然后再下面有一行 绿色的那一行 绿色的那一行 ZTrusty的IP 它就是说 它这个东西就是说 原来像是 NHS的forward header 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的 这是Traffic 如果本身不去back SSL 你从前面上面 还有别的no-back SSL 去送去SSL的时候 那它必须要把request host 的header传过来 那才能够验证 就是你是正确的request 不然你如果没有加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会出现那个CORSL 好 那Traffic 我们来解读一下 就是Traffic-Label 就是刚才看到的 这下面的command 或是Label 我们要怎么去解读它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说 因为它的 你如果去看网路上 办理 你会发现 它里面有很多 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 但是内容又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可能是做同一件事情 那 一开始上手那东西的人 一定都会遇到蛮大的困扰 只是会看不太懂 那 我们就以这一句 traffic.htb.routers 然后 点这个traffic-public-hpts.middleware 的这个部分来说 traffic title 就是这个Label 是traffic的 那hp router 就是说 它是刚才说过的 前面 讲的这个 entry point 它的type 介绍就是 HPTP UDP 三种 然后 routers 就是说 我现在 这个Nabel 要设定 东西 router 然后在 后面的这个 就是router的名称 然后 在后面就是 指定它的 middleware 有用到其中一个 有用到一个 middleware 但是这个 middleware 所以我们还是要另外 再用其他Nabel 去做设定 那 所以 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 真正你制定的东西 就是 traffic-public-hpts 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在看这东西就是 要知道哪些东西是 你可以自己命名的 哪些东西不是 对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大概 介绍一下 DLAB CI-CD的部分 那 DLAB CI-CD 它是跟DLAB 是整套在一起的 那它就是 就是 这边的问题 或者说 DLAB 本身 那当然就是 放我们的程式 跟触发 Ci-CD的这个 secret 去做事情 那它也有一个 自己的rejection 也就是说如果 正常到下 你去加DLAB 你只要不要 用这个功能 它就可以 有这个功能 附属在上面 它在帮你做 就是router的 大科 rejection 然后呢 我们会需要在 做Ci-CD的 主机上的去装 它的所谓 CI-runner的程式 那这个runner的程式 就是负责去 去执行scret 然后最后有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它的 CI-CD的variable 那这个 变数的部分 就是 它储存在 你的reputery 一个设定的 在cd下面 可以做设定 那这个东西 它就是存 我们在执行runner 的时候 的环境变数 好 那我们 就是在讲 接下来再讲 就是说 大致上 我们要做完 这个东西 我们大致上 要做一个app的时候 建制部署 環境的一个流程 跟它的步骤 那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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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那样子很像 那实际上 就是 我们这个流程 就是当你有pr 的时候 DNAG 会去呼叫 对应的CI-server 去做 建制 康天天音乐动作 建制完之后 它会再叫 Dipcoi的那个server 去做 Dipcoi康天天动作 当然我们这边 是用 角色来 命名 那实际上 最后面那两个也许 有可能在同台 但是基本上 不太建议做这个事情 因为 建英明局 是一个很花工的 是一个非常好计算 效能的东西 的工作 所以 如果大家在一起做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 那个实际执行 和问问的那个 就是 我们实际上 我们程式的 这个response 一定会很明显 那我们这边有哪些东西呢 就是 就是 我们需要的东西 就是 server的角色就是 我们的server 就是需要 GitLab CI-server 那 GitLab上面 是配了 GitLab本身 跟 它的 跟它的 然后 CI-server就是 我们会 在那个server上面 去装CI-wong 然后它要装Duck 因为我们 最后还是要去 那 CD 就是Dipcoi的这个server 但是它摄影子 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就是说 如果你要 安装GitLab的话 就是说 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的团队人 存在5人以下 的话 那装过不过不是特别大的 的话 就是可以最好是直接 去用GitLab 因为 就是 你要 维护这个东西 还是有一些些痛的 就是 不对 其实慢痛的 反正如果 尤其是升级的部分 就是 它虽然升级的Git 算是做得蛮完整 蛮良心的 但是 就是不代表 你一定都会升级成功 对 我自己也是有升级 失败过 那 好 那Ci的设计 五分的话 就是说 你要照它的guide去做 你要先在你的设计上去安装 正常的把它跟进去装起来 把它跑起来 然后你可以照 然后你可以照 GitLab CI官方的guide去说 把那个 Ci-Runner的程式跑起来 这个安装 Ci-Runner的动作 其实它有分成所谓 本机版 跟Duck版 Duck版 意思就是说 那个Runner本身也是一个 Duck引力群 也是Duck container 那这部分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异 对 然后它里面会 然后你最好还要设定 那个所谓的Duck executor 这个部分 我现在就是没有讲一部分细节 因为讲会讲不完 那这边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大家可以去再去看那个文件的部分 就可以大概比较知道是什么东西 因为很多文件上面它不会讲清楚 例如说你的executor的设定 要怎么去设定哪些东西 那这边其实重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实际上最后还是要跑Duck 去建制Duck这个东西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选项 就是叫Revillage的这个东西 就是要设定才是True 那它才能去跑Duck引力Duck的那个英语 因为在建制的时候 它是用这个东西去执行 然后Deproy的时候的话 其实它的安装步骤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一样 那你跑Duckled去 你Duckled安装之后 你还是需要把它注射到你自己的Duckled上面 那这边也有个重点说 你要加上一个Tag 那这样Tag的原因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执行deploy的时候,我们需要从CisClick的设计说 我要特定的一个runner去执行它 那这个就是特定的这个东西,就是会透过它的hap去达成 对,然后你在那个deploy,也就是说我们要执行这些stack的 执行这些程式的设计上面,就是要照方说是我们要装trade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会蛮建议参考这个连结上面的网站 它有告诉你蛮详细的如何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 从你开始把这个问题装起来,然后加上做凭证申请的部分 但是这边有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deploy app的数量比较不限制 那我们不可能为了每一个个别的remove去申请SLO评证 这些意思是如果你要在这个设计上处理SLO评证的前提 那如果你要自己做SLO评证的话,你就必须要设定出来一个 去用DX-01-Challenge的方式去从DX-CRETE去申请 所有WIO卡评程,就是新典你的网域.com 那如果今天你的deploy server 就是说你实际上执行duckstack server 有很多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就要考虑如何跨机 去共享凭证的这个储存 那这边有一个办例 那这个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domain server 是用,我们domain server是放在cloudfair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设定cloudfair 我们自己规定的方式 那个在slavery的工程中可以看得到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要先设定 执行stack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两个名字 它这个名字固定 就是会有你的cloudfair账号引游 跟你要自己去cloudfair 去弄一个token出来 然后,这边就是刚才说到的 所谓的储存名证的那个路径 那你看这个路径会在最下面一行 跟那个label的路径是对待一起的 就是说,在那个contentor里面的 ETC出来的一个-serts 跟这个最下面那个是要是 就是要是对得起来的 好,就是那个冒号后面的东西是要对起来的 然后你接下来就是要告诉他说 我要申请 我要有certificated resolver 然后那个le就是自己选的名字 那这个le自己选的名字之后 你在后面的dota stack上面 如果你要让他指定assess的话 你只要指定你用的那一个sertific resolver 就是这边指定的名字 在后面就会被用到 好,然后第三件事就是把你的reus app加到可以用 就是把你设定你的reus app可以再使用这个CI的部分 然后这边可能会需要有点先备知识 就是说你大概要知道什么是dat 然后最好还要写过一点composed file 那在我们把我们的reus 专案变成这个可以做reus app的状况之前 我们就要确定我们的专案是不是有符合所谓的trial factors这个原则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蛮久的就是说 这个意思是说你的东西是要所谓容易上语的 它们有一些能力端状态的像1型这些东西 那这部分原则什么可以去网上看就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第二件事情要把我们的专案写配合reus app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所谓的stake和config的file 就是dat or compose file 然后第四件事情就是写CI的squid 然后最后再编辑CI的能写variable 那确认这个专案是不是符合的话 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前参考那个网址 那我这边有个建议是可以用一个比较config的gim 去做设定档的管理 这个你可以直接在路易均上去搜config 那这个gim它最大好处就是说它有设定档 但是它的所有设定档的项目都是可以用 环境变数的名字 就是它有个环境变数名字的规则 如果你照它的规则去对应的话 你就可以取代那个设定档的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写那个ductor file的部分 一般来说你自己要去写这件事情 是有点辛苦的 而且写ductor file要写的小有很多的诀窍 那我们会建议可以用那个昌食鞋 也制作的那个它三个gim去做三件事情 就是entry point health check 最后再知道ductor file 它这三个东西是有点算是互相配合的 那这一间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讲得很细 但你去看它的文件 大概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大概可以知道它自己的东西的关系 那health check 是因为ductor file里面会有一个 做自己health check的那个动作 那entry point就是 因为我们同一个音域群 都会拿来执行muma 和sight ticker 就是类似的握合的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entry point 是我们可以自己控制 那个entry point 前后要执行什么动作 所以才要去做设定 那它这三个gim加起来 entry point的gim 它会帮你做说 就是说我要不要启动 gimma之前要不要先做migration 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写 我们的那个dark stack config file 就是config file 然后这边就是要确认说 我们这一个stack 那边要有哪些service 例如说web 然后work 然后可能会有 database 因为这边是指 for your app用的 所以我们不更正式的 label line的环境 就是它的service 一定会有一些差距 那今天不管有message 都需要用dark label去设定 就是刚才说的lob 跟service 要是deport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 如果你去看别人的翻译 就会有所谓rexment constraint 就是说我限制这个service 只能再符合条件的node 就是swap node 就是swap node 那下面有一个翻译连结 其实也是从昌词的那个脚本上面 它有一个翻译 不然翻译就是一个基本的啦 就是实际上一定要自己去做调整 这部分可能是最不能够透过工具解决的 好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要写ci-squid的部分 那ci-i-drop就是 所谓ci-i-drop的东西 简单一言之就是shadow-squid 跟它的一些设定 设定值 设定值 但是有一些设定值是ci-i 会给你的app 它预设的那些环境 都会给你的 然后这就是rown-out 执行的内容 那就我们要depot一个relate 来说 以reuse来说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compile asset 然后再一些bute-duck image 然后再一个depot 唉 快要超死 好 因为这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所以我大概会写 比较细一点的script出来 好 这是recompile的jump 那这个jump 有几个重点 就是说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要先install node JS和一樣 然后还做bundle install 那当然 有没有nodeJS 这些事情 尤其是显res7的人来说的话 就是有可能是不需要nodeJS 对 那 但是反正 但大部分人应该还是需要 所以我就先把它翻译起来上面 那 先说这个script 是有一点简化的版本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实际上 就是说那个asset 是被困牌的 对 那这边你会注意到那个script 那边还有postgres 就是因为reasset 困牌的时候 是需要有点道理的 对 如果没有 就是 有些设计好像可以关掉 但原则上是要nodeJS 不然它会发生错误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rtbank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compile出来的档案 它会变成DNAG 可以在不同的jub之间去共享的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就是 这是一个它的设定义法 就是说我要把 我现在执行完这个jub的时候 的某个入记的东西 设成这一个jub的所谓artifact 就是这样 然后后面的jub就可以去 后面jub如果明确说我要用这个jub的artifact 我就可以用到 它这个public asset 就会住在同样的如今下面 然后这个ROS的这个部分 它就是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执行 那其实设定什么时候可以执行 它有了好几种语法 因为DLAB 其来是一个历史相关悠久 我记得要10年以上的状态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若使它除了只决定什么都可以执行之外 那像这两行就是说 第一行说Commit branch 等于西安Evo branch 意思就是说 这是我的预设branch 就是Nest或是Mail 然后第二行就说 Lunch Request ID 就是说这是在有pr的状况下 这个两个是或它不是end 这边要注意一点事情 如果你看到别人写的东西 大概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做解决 好 然后再来是做大科的英理学的部分 那这边会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它会有做catch 这个catch 就是catch跟刚才artefact 算得有点类似 但也有不一样 就是说它是在同一个job之间 它可以同一个job 在下一次执行同一个job的时候 它会存快取 存哪个入境 然后那个p的意思就是 t-virus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看我的正式提效档案 这个档案的内容变动的时候 它当成一个快取t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这一段就是 它是用 就是我们叫我们正常来说 我们要boot和fooch darkfing到private repository 的话我们需要做登录的动作 那那个cijump token 跟ciregistry user 它是属于dlmc 提供给你一个一次性的账号跟密码 就是让你做darkfing 就是其实可以容易它的 这一个repilot所属的 darkfing registry 这样 那个cijump token 就是它内建的参数就是说 我这个repilot的cijump token 的那个url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做登录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用 就是用darkfing bootX的指定去做一次做build和bush的动作 这个动作 然后这下面看到大概说 那个art effect的东西就是千里 跟jump的art effect 我指定那个jump 然后我要它的art effect 这样我就可以把刚才编译过的asset 从里面取出来 所以在image的里面就会有大概编过的asset 那应该会有人想到说 为什么不再做 不在darkfing裡面去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理由其实很简单 就是重复可用性的问题 因为你会有不同drop 都有可能会用到这个档械 那你如果在darkfing 你如果在build的darkfing registry 才去做tarkfing 那它就不能被别的drop使用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 好 这边是17GP Deploy的动作 好 时间又不行了 好 那这边有个状况就是 envolvement 你们看到这个envolvement 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说的 它叫做这个 这个是delave 里面有个集市叫deploy environment deployment environment 就是说我这一个set bus 它有一个环境的名称 那下面会有些东西去介绍 好 那这个环境的名称是我们可以制定的 它可能是固定的 也有可能是可变的 然后会有它对应的URL 那我们来自己去组合出那个URL 那这边因为用程度可以蛮多东西 所以只是以时间看来很无理看话 但是后面会有一个给大家这个版本的翻译 大家可以再去参考一下 这边是给大家一个大致上的指引 纵观性的指引这样 然后这边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去做 还是要去做loping directory 因为叫的这些是分开的 然后去做 这边下载一个所谓的darkstack stack的等待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单下darkstack revoy的时候其实darkstack 不会管理这个东西有没有正确的完成 那它这个shale script就是可以帮你做一个确认的动作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darkstack和等待确认它的完成 然后接下来这个tag就是刚才说过 你要指定那个tag 那这边是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说我只有pr才可以去做 才会去做这个show 然后这个stop的部分就是刚才 因为我会建议也会有stop 那stop就是把这个环境消灭的部分 那指定其实是一样 但是我们是environment 可以比较设成前面那个create build的时候一样才可以 好 然后deployment environment 就刚才说过就是说 darkstack部署时会有一个对应的部署环境 然后它是可以动态或固定的 然后它会在哪些地方的显示 好 这边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画面 就是说你有这么多的环境 然后等一下open的时候 就会去打开这个你刚才是你的URL 好 然后接下来是CI variable的部分 这边CI variable也会有 你看也会有environment的指定 就是说我可以指定是部分environment 或是指定对应特定environment 这个在你使用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到这一点这样 然后你什么东西做完之后 你就会一直bush 你看一定会一直错越错越错了 然后就是因为这一定只能在上面开发 没办法在本地开发 没办法在本地测试才能够说 然后试错越来说 DNAB有一个linker 就是你可以找它的linker 它会帮你至少知道 你外面没有语法有错误 然后就是一开始你在开发的时候 你就省略跟build海底会有关的所调 就是把设定成手动 然后你就一直不断的不行 你再来测试 然后弄完之后 你就要记得squash base掉 不然你会有超多commit 好 我们现在使用版本解决人生问题 这还是一场实作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它非常完整 非常完整 但是你要 就是说 基本上它有说明啦 基本上靠用是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也要注意它的 刚才说的入网和椅子的部分 否则你可能会在一个pr 口数很多 然后最好还是 认真的去读加soscode 好 我自己的使用性能 好 好 这个东西真的很棒 它棒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在一个地方解决 所有的东西 就是 CID跟lipartry 设定档 全部都坐在同个地方 那我就不用去不同的社会区 玩那些东西 然后 GLA CI 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东西 大家开发很久了 然后 我们不用公司自己 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 同一套可以适用不同的环境 然后它的设定 其实 虽然还是蛮高的 但是跟k8s比 就差很多 我觉得 好 缺点就是说 你只能在CI 上面去做测试 所以它 来回CM 比较长一点 然后 最好 应该被提高 好 现在有些传好资料 嗯 好 大概就是这样 好 我果然还是超市的 啊 有没有 什么问题 对吧 现在 现在 就是因为是最后一场的 所以 有蛮多时间的 就看来有蛮什么 小小论的 如果 哦 有哦 所以 所以 那个 就是结果的每一个stack 所以每个stack 都是 会 三个service 一个app 一个db 一个work 就是 看你reverse empa 也有很多人是没有 也有人是没有work的 对啊 但你最低限度 一定会有db 各个reverse 对吧 然后每一个环境 基本上都是 就去reverse 然后 把那个stack 关掉 刚才其实有个 unstop action 就是 实际上 你有设定那个东西的时候 当你在merge PR 他就自动去执行 action 就是刚才设定 jump stop 但是我会说 事物上我发现他偶尔会没有动 所以你要自己去做清理 这个也讨厌 但是他就是这样 对 好 谢谢 我想请你一下就是 就是如果真的做类似的东西 都会有很多 应该是 比如说我这种环境 那比如说service 跟work 他启动的时候 嗯 滴滴起来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消息 对 那现在有办法 出一份 哦 composed file上面有一个 depends on 就是照一个hack下 就可以了 对 然后就是 health check 我觉得蛮重要的啦 就是你要设定health check 对 有这两个设定的话 他当然跑起来一定会花时间的 尤其是我刚才说了 你通胎机上 如果真的很多stack 那个 有时候真的是会蛮慢的 那你要做分别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擺抓去分 去分 什么 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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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些资源可能无减的是你用的那一项 所以这个是问题 就去再找一些脚本去拿 对啊,你就是要自己写Squid 那我觉得我自己选的这个方法是因为它的学习成本是比较低 你会想Composify就可以做啦 然后再去学习怎么写Squid跟怎么去除intrafic 对啊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我刚刚说的问题是有一个问题的问题 然后我之前就是有一些特征的方法是说 可是如果我连Kill这个Service的时候 我也需要有一个顺序 嗯 其他要先干,还换到一层格 就是说,他这边换到IT的东西就是满出去做 然后他可能关掉之后就会说 你也塞个楼里切不干净 所以我知道其他一般的Service就是 就是坏掉,然后可能就跟他一样一样 他就能到用幼儿然后就会有可能 公正的网友方调查看的时候 有机器大小,或者怎么办 就是这样的可能是 所以有时候是打到有多障碎 他可能是坦京网关掉之后 所以之前就是觉得 重点较麻烦 就是後續版,後續版本的環境 因為你被討論,好像最後這一塊叫很少 因為前面你剛才是自動貴方便宜 然後一開始就還蠻棒的 那我要是麻煩一次你們去那位測完 然後後續的環境也蠻更清楚的 呃,這個旅目的時候會發生這件事情 像一星這件事情,然後說我還沒有想到 我還沒遇過 但是就是我的確有清理那個需要 所以你自己下去寫Shieldsquader去把你現在有SEG找出來 就是把那個除了不能移除以外就把它全部都砍掉 反正那個在底破的很快 我就做完這樣 我看到有自己寫框架的東西 對,就是地底去 對對對,就是這樣 對,反正是測試用嘛 所以說直白,我每天呂布特有怎樣 嗯,對啊 好,那請問,請問還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的話,再廣告一下 就是晚上6點到8點有F8請 歡迎大家來參加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